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款花样所需要的起帧数为4的倍数加1帧 我示范了起了13帧 首先大家用A色线来起帧 A色线起完帧之后我们先织一行底帧 底帧行我们就很简单织一行反帧 起完帧之后我们织一行反帧过去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就来看花样的第一行 A色线织完一行底帧之后呢 我们花样第一行就要接入B色线了 那么接线呢我这里简单说一下 我们最简单的接线方法 比如说这是B色线对吧 我们呢就在这个这是A色线对吧 我们一行反帧织完了 我们就在这A色线的织线上面 我们打个结就可以了 我们就这样打个结 然后呢把这个线拉上去 拉到底顶住 然后呢就直接用这个B色线开始织 这就可以了 这呢就是最简单的接线方法 我这里呢已经织了一段 所以我直接我们用B色线呢 直接用B色线从A色线的前面 这样拉起来 后面你们这样织就可以了 就换线的时候 直接将B色线从A色线的前面 拉起来织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来看花样的第一行 第一行我们直接就要开始 循环去织的部分了 三针正针 然后呢线下反挑一 就是线在下面啊 反挑一针 好这就是四针一个花样 我们循环去织 三针 线下反挑一 三针 线下反挑一 最后一针呢我们织正针 大家可以看出这个正面行啊 我们挑针 线是在下面来挑的啊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行 第二行呢我们仍然是用这个B色线来织 我们先织一针正针 然后呢线上反挑一 把线绕上来反挑一针 再把线绕下去 接着我们就开始四针一个花样 循环去织了 三针正针 线上挑一 再把线绕下去 这就是一个组合 重复 三针 线上挑一 再线下 我们重复这么织 直到最后还有三针呢 我们织三针正针 反面行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这个规律啊 首先我们挑针呢 就是要把线绕上来再挑 挑完呢要把线绕下去 对吧 这是反面挑针 然后呢反面我们其实就是 将正面这个B色线的针呢 我们就是织的 然后A色线的针呢 我们就是挑的啊 其实这个规律很好掌握 接着呢我们来看第三行 第三行呢我们就是要换线了 换成A色线 规律一样将A色线从B色线的前面 拿起来织 我们是两行一换线啊 首先呢我们织一针 正针 接着线在下面啊 挑一 正面我们都是线在下面来挑的 然后呢重复去织的部分 三针 线下挑一 三针 线下挑一 我们重复去织直到最后还有三针呢 我们织三针正针 织反呢其实非常简单的啊 就是这个挑针要掌握 这第四行我们还是用这个A色线来织 一开始我们就要循环去织的部分了 三针正针 反面我们要开始线上挑一 然后把线绕下去啊 重复这个组合 我们就是织它颜色相 跟它线颜色相同的针啊 这三针我们是三针 颜色不同的我们就挑 线上挑一 线下 啊 这个规律很好掌握 三针 线上挑一 再把线绕下去 最后一针呢我们织正针 后面呢我们就始终重复啊 第一行到第四行循环去织啊 织出来呢就是这样一个 鱼骨针提花啊 双色鱼骨针 双色鱼骨纹的这样一个花样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这个花样呢其实织帽子啊 织 包括织坐垫也可以啊 手套袜子都是可以的 挺好看的 好了那今天课程呢到此结束了 谢谢收看再见 谢谢观看